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哥子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 今天呢来到的是我的雨林生存冒险第十一期 今天啊我是找到了一个天然的矿洞 这里呢居然有这么多黄金 赶紧给它收集起来 但是这旁边有岩浆啊 看样子好危险呀 看到这一对小伙伴呢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 不小心被哥哥猜中了 那你就给哥哥点个关注吧 因为哥哥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 这个矿洞啊有很多水 但是呢它前方也有很多岩浆 为了保证呢我们的安全啊 所以说呢我打算做一个小木桶 在这个矿洞中呢我可以取到水 然后遇到岩浆呢我就浇下去 这样的话我就安全啦 金铁钉做好了以后呢 我现在就把我的小木桶做出来 这样子的话我就安全了 我现在先去装点水试试 这个野人好讨厌啊 在地下室啊 这个野人呢也是非常多的 我们先去装点水 顺着源头啊 装了水以后呢 我好像又倒出来了 好的 现在呢是把水装到了我的木桶里 我现在就找这块岩浆试一下 哦不错不错 这样的话我就非常安全了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继续探险 又发现了一处新的矿洞 这里啊居然有孔雀石 小伙伴们你们看这个孔雀石啊 闪闪亮亮的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中评论一下 你们在挖矿的时候究竟挖了多少块孔雀石啊 让我们看看谁挖的最多 我现在呢是挖到了第一块孔雀石 底部呢都是电石块 我现在目前啊不想要电石块 因为呢我比较想要钻石做成能量剑 去挑战羽蛇神 好我们经过一番游泳啊 这里的水实在太多了 在这一块呢我打算啊继续向下挖 看来这一层呢没有什么好东西啊 那我们就向下挖看看地底都究竟是什么 我们要挖到地下室中的地下室 我们看能不能把这个世界挖穿啊 哎我好像挖到基岩了 这个东西好像不可以继续向下挖了 它是蓝色的 就是挖到地底了 这个再挖的话地图就穿了 所以说呢它为了保护我们啊 直接就把这个基岩放在了那一块 就无法向下挖了 好吧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发现了